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月后 我闺蜜欲言又止 憋了几次才发出疑问 宋诚追你那会 是不是嗓子发言 只会手语 这话说得有道理 宋诚什么都好 就是长了一张破嘴 我发出这个感慨的时候 宋诚正在厨房做饭 花壁满背 扎了一个粉色的玉贵狗围裙 他回头 看到我隔着玻璃 在看他 冲着我咧嘴一笑 等着 我这第三仙马上就出锅了 就我这手艺 宋连和国去都得对我发奖章 我微笑着点点头 很好 病情稳定 跟宋诚恋爱三年 除了偶尔嘴欠 他对我一直很好 所以 结婚那天 门口突然出现一个 穿着婚纱的女人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蒙圈的 谁家的新娘 走错片场了 台下的人看完陌生女人看我 看完我看宋诚 我愣住了 也只能疑惑地看向宋诚 宋诚本来还在姿着大牙傻乐 看到这个女人以后 笑容一下收回去 眼神中还有几次慌乱 不是吧 现场抢婚 抢的还是我的新郎 这么狗血的吗 人生如戏呀 一会万一宋诚真跑了 我该怎么办 电光石火之间 我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 早知道今天有这么一出 当初真应该左拐去 隔壁厅离婚 可能是我的沉默 让宋诚有了危机感 他就没看着我 你别瞎想啊 我还没说话 底下的不速之客先开了口 宋诚 我这辈子就勇敢这么一次 你跟不跟我走 来了 抢婚 女主已经说出了经典台词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男主 男主目录震惊 紧皱眉头 呼吸急促 一把抢过思议的话筒 然后 她响亮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婚礼会场 你谁啊 走错片场了吧 台下的婚纱女 被她说得脸色一致 本来带着感动和期待的眼神一下子僵住了 宋诚 你忘了吗 你当初说过要娶我的 宋诚气得咬牙切齿 别瞎说啊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再搅和老子婚礼 左眼睛给你打右眼眶里面去 我可不管你男的女的 婚纱女眼泪汪汪 我是薇薇呀 宋诚一愣 仔细看了看她 你整容了吧 那你能不能顺便把脑瓜带也整整 谁带她来的 等我查出来脑袋都给你揍成双簧的 虽然气氛很诡异 但是听到这句话 我还没忍住笑出声了 这场闹剧很快被处理 名叫薇薇的婚纱女 也被宋诚的朋友带走了 大家默契地没有提及这个意外 但是从她们眉飞色舞的表情中 可以看出 明天本地新闻热榜 肯定有我一席之地 婚礼结束后 我累得像一条死狗 作为差点被抢婚的新娘 我没有得到安慰 此刻我们全家都在安慰新郎 我妈临走的时候 还让我好好跟宋诚说 让她别往心里去 我婆婆拍拍我的肩膀 小诚这孩子你多淡带 实在哄不好妈 把家里的狼牙棒送你 小时候我就拿这个揍她 我连忙拒绝 要不是见过婆婆挥舞狼牙棒 追杀公共三条街的英姿 我没准就收了 但是此情此景 我也不好略美 亲朋好友都走了 宋诚还在沙发上赌气 我无奈地给她倒了一杯温水 还生气呢 宋诚咬着牙说 你等我查出来 是谁把这娘们带来的 我非好好教训教训她们 我问她 这薇薇是谁呀 宋诚拿眼睛偷偷瞄我 有点心虚道 是我高中同学 只是同学 就还谈过一个月恋爱 宋诚立马板正地坐直了 真的 苏苏 我发誓我跟她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分手 是因为她看上我哥们了 我贼委屈 我头顶草原啊 我俩八百年没联系了 不知道她今天抽什么邪风了 我点点头 暗自沉思 今天这是怎么看 怎么诡异 什么人会突然来婚礼现场抢婚 还没有跟新郎商量好 这要是报警 都够拘留了 我正想着 身边宋诚又叹一口气 我就说 领证那天太仓促了 肯定是放着我婚礼了 说完 五大三粗的宋诚 围围围围的看着我 咱们到时候去国外度蜜月 补办一场婚礼吧 我深吸一口气 没舍得拒绝我身高188 体重160的少女新老公 主要是领证那事 多少有点赖我 我俩去年就已经领证了 就是婚礼一直没办 关于领证 宋诚始终耿耿于怀 谁结婚是新娘求婚了 我都准备好钻戒了 晚上寻思好几宿睡不着 就想着到时候给你个惊喜 结果你啃猪蹄 啃得满嘴油 突然来一句 我在民政局预约排号了 一会咱俩开车去领证 那天拿着结婚证的她一脸委屈 你都没洗头 我想着俩人结婚 总得兵主进欢才行 于是提议道 大厅左拐就是离婚大厅 要不咱们申请离婚 你再按流程求一变婚 说完宋诚生气了 拒绝沟通 自己去停车场开车没等我 我站在路边欲哭无泪 我这个嘴跟宋诚呆久了 都不会好好说话了 没过一会 她开车回来了 手里拿了一朵玫瑰花 摇下车窗递给我 拿着 什么人订婚没有花呀 我拿着花 心底一片柔软 忍不住笑起来 问她 这么冷你去哪买的花呀 宋诚嘚瑟的挑眉 哥这点本事都没有 还怎么养媳妇 后来在我的追问下才知道 她看见人家领证的小情侣带了花 追上去问人家要的 宋诚 堪称社交恐怖分子 第二天 宋诚还没起 我先起床去洗漱 昨夜洞房花烛 宋诚欢欣鼓舞 查了一晚上 到底是哪个刁民 想祸害她的婚礼 我半夜三点起床上厕所时候 她还蹲在沙发上 神情专注地打字 有福如此 恐怖如斯 刷完牙 宋诚还没起 我拿起手机 发现昨天半夜 微信多了一个好友申请 头像是个女生的背影 女人的第六感 我觉得这是昨天的抢婚女 她说 不想知道你老公都跟我说过什么吗 我通过好友后 她立刻就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好像专门在手机前面等我 我是任薇薇 宋诚的前女友 我发了个问号过去 想看看我跟你老公的聊天记录吗 文言 我有点不解 宋诚还跟他聊过天 就算你威胁他跟你结婚又怎样 你老公不还是要哄我一晚上 新婚夜独守空房的感觉不好受吧 我看着手机陷入了沉思 新婚老公还在睡觉 我却要跟他的前女友对线 越想越气 宋诚 我大喊一声 掀开了宋诚的被子 宋诚猛逼地睁开眼 满脸写着不解 咋地啦 媳妇 我冷笑一声 抱着胳膊站在她床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你前女友说 昨天你哄她一晚上 宋诚短暂地思考了一下 什么前女友 脸上的表情有一瞬空白 然后猛地坐起来 她有病吧 对 我也觉得人微微有病 以我对宋诚的了解 不要说是背着我哄前女友 就是背着我跟兄弟喝酒 她都得做三天心理建设 才敢跟我说 还是我婆婆叫自由方 狼牙棒成不欺我 一会我就去下单一个 她抓了下头发 像一团鸟窝 沉着脸对我说 你把手机给我 我挑挑眉 把手机递给她 砸 当面对质 宋诚没说话 点开任微微的对话框 任微微还在 欺而不舍地 给我发对话截图 一边发一边嘲讽我 就算你跟她领证了 我也有本事把她追回来 宋诚越看脸越黑 一个电话给她打过去了 苏笑语 忍不了了 宋诚说了句国粹 继续道 你是不是有精神问题 有病就去医院看 不要在这里恶心我 我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你在骚扰我老婆 我就报警了 宋诚 你昨天是怎么哄我的 你忘了 宋诚气得喘促气 我哄你 你做梦没睡醒吧 你哪一点比得上我老婆 我放着金子 不要去哄你这坨狗屎 我老公十分懂语言的艺术性 你不要再继续骚扰我们了 不然我就亲自给你爸打电话 问问他怎么教的女儿 任薇薇哭着挂了电话 宋诚依旧冷着脸 余怒未消 小三上门 把男主人气够呛 我笑着摇摇头 仔细看了一遍 任薇薇发过来的图 图上还真是任薇薇跟一个男人浓情蜜意的对话 仔细看那个男人的头像 就是宋诚的照片 我点开他朋友圈 想看看还没有什么细节 结果他把我删了 老公 你看这个照片 就是你呀 宋诚眉头紧皱 一脸迷茫 我发誓 我真的没跟他说过话 说完 宋诚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老婆 咱新婚第一天不能生气 我坐在床边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看得宋诚越发心慌 不自觉地挺直了背 要不咱们一会去逛街 你再买几个包 我靠在他怀里笑得直发抖 宋诚更慌了 我发誓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人 咱们好不容易结婚 不要为了不相干的人生气好不好 苏苏 你哭了 我终于憋不住笑出声 宋诚脸上还带着遗留的慌乱 愣了片刻才发现我是逗他的 他无奈地叹口气 揉了一把我的头发 就会吓唬我 宋诚发现我没生气以后 神色轻松地哼着小犬 去厨房做饭了 我在客厅沙发上 一边看图片 一边琢磨这件事 有没有一种可能 真的有人以宋诚的名义 跟任薇薇恋爱了呢 宋诚表示这件事他来处理 以后任薇薇再做妖 就直接交给他 省得我生气 我当着他的面 下单了十根狼牙棒 告诉他处理不好 就再加十根 中午 本来在休假的宋诚 被合伙人叫回公司了 他毕业以后 一直自己创业 加上公公婆婆支持 公司也算小有规模 在家虽然洗菜做饭 出门也是人母狗样的宋总 我去公司了呀 去吧去吧 他站在门口 磨磨叽叽不肯走 我抬头问他 怎么了 那人家媳妇 老公上班出门 给一个离别吻 你咋没有呢 你反思一下 我笑着叹口气 站起来亲了一下他的脸 好了不 美女相吻 待尽 等着媳妇老公给你挣钱去了 宋诚迈着轻快的步伐出门了 跟宋诚不一样 我是自由职业者 一直都在做博主 剪辑视频的时候 我鬼使神差地看了一眼本地新闻 果然 我和宋诚榜上有名 女子为爱穿婚纱抢婚 却被新郎骂哭 下面还有人评论 本地人 这是新郎前女友 懂得都懂 这条评论下面 我看见了熟悉的账号 苏苏老公回复他 你懂个溜 宋诚这工作还挺闲 天天有空刷视频 给自己控屏 既然宋诚说这件事他来处理 我就专心自己的工作了 宋诚能处理 就让他处理 宋诚处理不了 我就处理宋诚 没事上赶着给自己找气声干嘛 下午 窗外阳光明媚 想着宋诚快下班了 我发微信让他小区门口等我 我俩一块去超市买点吃的 看看时间差不多 我收拾了一下下楼 此时也是学生放学时间 小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回来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 难道是大家都关注了本地新闻 住我家楼下的王阿姨看到我 表情有些尴尬的跟我打声招呼 苏苏啊 你老公在家不 马上回来了 他上班去了 王阿姨点点头 这男人还是得看好啊 我一头雾水地硬喝他 是啊是啊 王阿姨恨铁不成钢 你这孩子怎么不懂呢 王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王阿姨还没来得及说话 突然一个开着口的矿泉水瓶 扔到我背后 溅了我一裤子水 我吓了一跳 转身回头 看到一个小孩 正笑嘻嘻地看着我 坏女人 活呆 她妈妈就在几步之外 文言也没出声 反倒是瞪了我一眼 你们家孩子怎么管的 那女人撇撇嘴 我们本本愤愤的 可比不了你们这种 当小三的狐狸精 我一生气 正想上前找她理论 王阿姨拉住我 苏苏 她老公出轨抛弃妻子 也是可怜 你别动气 她老公出轨 跟我有什么关系 自己不幸 全世界都要为她买单 就是 我老婆的鞋 是我亲自买的 一万二 你们小孩泼了水 怎么赔 宋诚刚好赶到 大步走到我身后 那女人一见到她 有些慌乱 毕竟宋诚两个大花壁 看着凶神恶煞 赔钱 凭什么赔钱 骂小三天经地义 宋诚张嘴要继续跟她理论 我拉住宋诚 冷声道 你说谁是小三 不就是你吗 抢了人家男朋友 还要舞扬威 王阿姨叹了口气 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眼 这个业主群里没在 昨天群里有人发了跟你男人的聊天记录 说谈了半年 结果男朋友跟你结婚了 我扫了一眼手机 一眼就看到了人微微的头像 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这下没话说了 那个女人还在一旁阴阳怪气 我让王阿姨把我也拉进群 顺便拍下了群聊记录 宋诚看了手机 脸色更难看 冷着脸对着那个女人道 苏苏跟我恋爱三年结婚一年 我们合法合规 此不教父之过 你家孩子做错事 钱你必须赔 不要觉得自己很惨 就把怨气发泄给无辜的人 我老婆也不是你可以随便欺负的 那女人恼羞成怒 你不就是护着小三吗 闭嘴 我冷冷出声 我已经录音了 如果你继续辱骂我编造谣言 我会拿着证据连你一起起诉 吓唬谁啊 她说着不害怕 声音却小了很多 你的遭遇很可怜 但这不是你攻击别人的理由 你是一位母亲 就应该给孩子做好榜样 教她明辨是非 而不是把她拉到你的情绪里 跟你一起发泄怨气 装什么呀 女人拉着小孩飞速地走了 我跟王阿姨道过戏后转身回家 此刻我也没心情逛超市了 宋承跟在我身后 试图和我说话 看见我脸色愣是美感张嘴 进了家门才小声说 老婆 这是我一定给你处理好 处理不好 你就把我扔浴缸里当王八 我瞪她一眼 越看她那张脸越生气 明天你就去给我整容 越丑越好 天天招风引蝶 我还要替你挨骂 宋承态度诚恳 我明天按着你要求整 脑门上安个嘴 嘴上安俩眼珠子 你说咋的就咋的 都是我的错 好宝 咱不生气呀 生气长皱纹不值当 晚上我给你做小鸡顿蘑菇 咱妈拎来的小笨鸡 一会媳妇你就负责吃饭 老公去给你骂他们 晚上 我端着饭碗看宋承在群里 跟任薇薇对峙 任薇薇退群以后 他愚怒未消 又把白天泼水那家 叫出来臭骂一顿 下回谁惹我媳妇生气 先问我后辈的过江龙 同不同意 看到这句我脑门一紧 宋承 一个永远能让你在感动中 尴尬的男人 还过江龙 你闻生的回妈 追着奏四条街你忘了 小梅良心 是谁说就爱看花壁猛男的 那闻生老疼了 妈奏我 你是一点不拦着呀 我多够意思 现在也没把你供出来 文言我忍不住笑出声 宋承那闻生 是追我的时候问的 我发朋友圈说 最近好爱花壁猛男 过了一周 他去闻了个满背 让我婆婆好一顿揍 然后他呲牙咧嘴 给我拍了张照 你就说 哥们帅不帅吧 宋承就是这么一个 又土又温柔的人 在宋承的坚持下 我们报了警 警局里 我再次见到了任薇薇 任薇薇说 如果不是你一直跟我聊天 我也不会纠缠你 宋承气笑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这个微信不是我的 我三番五次解释 你是年纪大了 耳背还是压根 听不懂人话 任薇薇委屈落泪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前任 你就这样对我吗 我该咋对你呀 买块杯给你供起来 你多大脸啊 骂我媳妇造我谣 还跟我有好态度 人没出门脸 走出去二里地了吧 坐笔录的警察 憋着笑说 男同志说话 注意素质啊 我坐在一边 看着人微微抽烟 笑了笑 道任小姐 不论是我还是宋承 都说了很多次 那不是宋承的微信 正常人的回应应当是 调查到底是谁 在假冒宋承 而不是一直无理取闹 其实你根本就知道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只是不想接受现实 也不想让我和宋承好过 但是你这种卑劣的行为 对我们的感情 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只会让你像个小丑 人微微张张嘴 没有说出任何话 他满脸怨气 却无力反驳 我已经把你提供的微信 交给警察了 我们会继续起诉 你们两个人 相信你 很快就可以见到 微信后面的人 成年人都应该 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 说完这些话后 我便再也没跟人微微交谈过 警察很快调查出 另一个送成微信的主人 果然是个老熟人 在警局见到陈俊宇的时候 我一点没意外 这几天 我让宋承把微信的人员分组 分别发不同的朋友圈 看过任微微的聊天记录 我已经猜到 大概是谁在冒充宋承了 陈俊宇是宋承公司的经理 也是宋承的高中同学 他既在分组中 又认识任微微 很难不让人怀疑 只是宋承一直觉得 陈俊宇跟他这么多年 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老公有的时候太重感情 好 也不好 比如此刻 我见到陈俊宇 只觉得果然如此 而宋承却会觉得伤心 当然 他的伤心跟别人不太相同 陈俊宇你要不要脸 你拿老子照片去骗女人 你长得跟外星人 入侵地球留下的一孤似的 好意思冒充我 他越说越生气 你还参加了我婚礼 任微微来了 你屁都不放啊 你真是那个呀 你俩所死吧 一百八十平房子 都装下你俩那大脸 陈俊宇一脸愧疚 低着头跟宋承道歉 诚哥你别生气 我真是鬼迷心窍了 我太喜欢薇薇了 上学时候我就喜欢他 我没办法呀 看到宋承脸上有些迟疑 我笑着开口 俊宇 你能加道任微微的微信 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他都来婚礼现场了 你怎么不拦着 你可不要说你之前不知道 我不是你诚哥 有些话骗他可以 骗我不行 宋承皱了皱眉 媳妇你这话听着 咱好像不太对呢 我冷冷地看他一眼 宋承立刻改口 媳妇你说的都对 陈俊宇问你话呢 陈俊宇善笑一声 嫂子 我站起身 不想再跟他多说 你自己去跟任微微解释吧 我要求他恢复我的名誉 并且公开道歉 我和宋承回家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不知道陈俊宇跟任微微 怎么说的 两个人分别在业主群里 道了歉 任微微也在朋友圈 发了道歉视频 晚上宋承枕着我的胳膊 看着有点难过 哎 真没想到是陈俊宇干的 当时公司项目黄了 人都跑了 就他留下跟我从头再来 我俩那真是亲兄弟一样啊 有这么坑兄弟的吗 我看着宋承没有说话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第二天 陈俊宇登门道歉 宋承送了他两个五眼青 陈俊宇没还手 捂着眼睛说 诚哥 我真知道错了 宋承冷声道 你怎么气我都没事 但是你不能把你嫂子牵扯进来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上 你休假三个月吧 手上的活我安排人做 以后 你也不要再来我家 陈俊宇震惊地抬起头 诚哥 宋承扭过头没说话 陈俊宇把目光看向我 嫂子 我跟陈哥这么多年了 得罪你是我该死 但你不能让陈哥这么对我 陈俊宇 宋承怒道 你少给苏苏扣帽子 真以为我听不出来呀 他眼神极冷 盯着陈俊宇道 你拿我当兄弟 就应该尊重我老婆 你让人微微来搅和婚礼 让他在外面造谣骂苏苏的时候 有想过 我是你兄弟吗 苏苏不需要原谅你 跟你有关系的是我 我是他老公 我能做的 就是让你们都别出现在他眼前 而不是让他碍于我去原谅 伤害他的人 你别说 我老公不犯蠢的时候 还挺帅的 陈俊宇沉默了一会 给我道歉离开了 媳妇 我今天表现咋样 我笑着瞪他一眼 不错不错 宋承姿这个大牙问我 那今晚上得听我的 就这点出息 一会歌让你见识见识 啥叫有出息 任薇薇和陈俊宇走后 我和宋承也安心去度蜜月了 为了弥补宋承对于婚礼的遗憾 我们在国外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海滩婚礼 宋承这一次做了很中密的计划 还重金雇了三个保镖守着 有什么不正常的人直接带走 又不是每一次都有人抢婚 不行 我有阴影 有备无患 我挑挑眉 我人都嫁给你了 婚不婚礼 有什么重要呢 他站我身后 给我整理头杀 那不行 我媳妇结婚必须 整得幸福美满 这回就咱俩很牧师 在国内结婚 算是我对着列祖列宗格路神仙发誓了 咱现在国外再办一回 上帝也能听见 这古今中外就都知道 咱俩是一对了 我忍不住笑起来 海天一色 阳光明媚 我的爱人在我身后 为我戴上头纱 真好 这次的小型婚礼 办得很顺利 宋诚肉眼可见的开心 我们在国外玩了一圈 两个人都黑了一圈才回家 我婆婆开车来机场接我俩 路上婆婆问宋诚 我听说你让陈俊宇休假了 宋诚点点头 咋地 他找你了 那倒是没有 我是想给你提个醒 你既然不用他了 就别让他跟公司有牵扯 要是回头吃亏在心软上 你以后出去 可别说我是你妈 我丢不起这人 我想宋诚之所以会成为哑巴新郎 也许是跟家庭教育有关吧 我在宋诚旁边黑黑傻笑 婆婆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 也笑着说 苏苏不用担心啊 要是我儿子破产了 以后妈养你 我比他可靠谱多了 那我就提前谢谢妈了 宋诚哼了一声 咋地 老公不是亲的 婆婆才是亲的呗 少挑拨我们母女关销 婆婆路上说的话 宋诚虽然没接 但她还是听进去了 晚上说好东西以后 宋诚摆弄了一会手机 突然说 陈俊宇跟任薇薇在一起了 他俩还能在一起 这简直就是天定良缘啊 任薇薇同意了 上一次 看在陈俊宇跟我打拼多年的份上 咱们也没起诉任薇薇 他俩就好上了 反正他俩以后好好恋爱 不惹是生非 那我也不多话 但他俩要是再惹你 我非让他知道 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有时候真的会怀疑 宋诚是不是当过街头混混 我不置可否 问他 那陈俊宇休完假 你还让他回来不 宋诚叹口气 回不回来其实都一样 他手上的项目 现在都是别人管 等他回来再看吧 那就是还回来 其实宋诚看着大大咧咧 心却很软 我们都知道 陈俊宇可能会跟他离心 但他还是想再信一次 你因为我这样 对陈俊宇 不怕别人说你不讲道义吗 他伸胳膊搂住我的肩膀 反正谁也不能当着哥的面 欺负我媳妇 很好 为兄弟两肋插刀 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三个月后 陈俊宇回了公司 那几天 宋诚都有些不高兴 我以为是陈俊宇 让他不痛快了 仔细一问才知道 是陈俊宇一回来 就让人士把任薇薇招进来了 任薇薇是不是给他下降头了 宋诚冷哼一声 陈俊宇就跟脑袋让驴踢了一样 还去我办公室求我 我让他回家 待着他都没拿以前的感情说事 现在为了个女人威胁我 要不说这俩人当初关系好呢 都能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最后 宋诚叹口气 任薇薇给陈俊宇当秘书呢 我拍拍他的肩膀 那不是也挺好 他俩所死 宋诚摇摇头没说话 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不高兴 但是我倒是觉得 任薇薇进公司才好 有些人还是放在眼前 才好抓把柄 为了不让宋诚难做 我才只要求任薇薇 给我公开道歉 但我俩之间的梁子 可没那么好解 陈俊宇毕竟是跟了宋诚 很多年的老员工 宋诚不忍心是一方面 怕其他员工心寒也是一方面 只有抓到他犯了原则性问题 才好让他跟任薇薇 永远消失在我视线里 就如上次警察局 我问陈俊宇的话一样 任薇薇要来缴和婚礼 他难道提前不知道吗 他在我们小区有套房 所以业主群又是谁拉的任薇薇 这两位本就是一秋之河 再见陈俊宇和任薇薇 是在宋诚公司 宋诚给我打电话说 有个文件在家 让司机帮他拿一下 我想着自己也没啥事 就拿着文件 开车给他送过去了 顺便带上了 我心血来炒准备的爱心午餐 虽然迈向奇差 但反正不是我吃 要不说冤家路窄 我到了宋诚公司 坐电梯的时候 里面只有我跟任薇薇俩人 好像坐着故意安排的一样 苏笑语好久不见 我敷衍地点点头 没打算理他 任薇薇又继续倒 看到我能在宋诚公司工作 你心里很不爽吧 能有什么不爽 你工资都是陈俊宇 掏腰包开的 我们能在公司并肩作战 你却只能在家 想见他 还要他同意了 你才能来 你也不过如此吗 看着任薇薇得意的眼神 我只想把他的脑壳掀开看看 里面装的到底是不是泡沫球 如果我今天说要把你开了 你看陈俊宇能不能保住你 电梯停下 打开门 我指了指外面 讽刺到 该去哪去哪吧 人微微恼羞成怒 狠狠地瞪我一眼 出了电梯 我叹口气 摇摇头 人要是没有脑子 怎么看都带着一股蠢气 把文件交给宋诚 我跟他说了这件事 宋诚表情一言难尽 任薇薇是不是出生时候 忘带脑子出来了 我没再说任薇薇 顺口问了句文件 你这是什么文件啊 要得这么急 宋诚道 新项目 下半年能不能赚到 都靠这个项目了 宋诚有意给我解释 下半年的新项目 被我无情打断 你说这个 就好像我让你猜我口红 到底是什么丝毫一样 咱们还是放过彼此吧 我给宋诚打开爱心便当 获得了宋诚的大力夸奖 并表示 你远离厨房 是厨房最大的幸福 看到这个茄子了吗 它经过一个夏天的等待 破土发芽结果 不是为了变成一团焦黑的混合物的 很好 彻底打消了我做饭的积极性 以后饭都你做 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以前不是我做的一样 那倒也是 最近几天 宋诚都很忙 他亲自带了团队 全为了下半年的项目 花了很多心思 竞标的前一天 他又让我从家里 拿了一份文件给他 看着挺紧急的 让我直接送进了会议室 我出去的时候 刚好遇到端着咖啡的陈俊宇 嫂子 来给诚哥送文件 嗯 我点点头 跟他擦肩儿过 晚上回家的时候 宋诚难得有些黑脸 他很少把公司的情绪带回家 今天看着像是真的有些烦躁 怎么了 进展不顺利 宋诚给我盛了碗汤 没有 我只是希望今天你送来的文件 永远别用上 不用你折腾我一趟 那是个假的 做给别人看的 很明显 这个别人是他的好兄弟 陈俊宇 宋诚讽刺的笑笑 陈俊宇在跟对家公司接触了 我不得不防着点他 这项目要是翻车了 我可真赔得金光 我拍拍他的肩膀 赔了也没事 解有点小钱 我能是那吃软饭的人吗 我点点头 那行吧 解有点小钱 解想自己花 宋诚终于露出点笑意 没事 我的钱都给你花 第二天 宋诚一大早就带人走了 竞标十点开始 不知道为啥我明明在家 竟然也觉得有点紧张 十点一刻 我接到了陌生电话 苏笑语 很快你老公就要血本无归了 是阴魂不散的人微微 我当即开启了电话录音 事情没有尘埃落定 就着急炫耀的蠢货不多了 抓到一个算一个 需要我给你直播吗 看看宋诚是怎么破产的 你们之前那样羞辱我 以后我要让你承受千倍百倍 这次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一言难尽地问他 你跟陈俊宇都学什么了 短视频变装吗 需不需要给你配个音 脑子不需要的话 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说完我挂断电话 跟宋诚待久了 我损人的能力是直线上升 下午一点 宋诚给我打了个电话 媳妇 你那点小钱自己花吧 我这边一切顺利 等老公接着给你挣钱哦 我把录音发给了宋诚 宋诚接收了 但是没说话 一直到很晚他才回家 媳妇 那一打文件都被换成了白纸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只好默默地给他倒了杯温水 他神情有点讽刺 没想到这个文件 最后还是用上了 我问他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宋诚喝了口水 公事公办呗 我都报警了 说完宋诚撇撇嘴 陈俊宇还挺聪明 没自己去拿 让人微微去换的文件 监控拍得清清楚楚 文件的价值 陈俊宇心里有数 我不让他俩裴的底裤 都穿不上 我就不幸宋 宋诚说 人微微已经被警察 带走调查了 估计没多久 陈俊宇也得跟着进去 陈俊宇拿回扣 不是一次两次了 以前我不愿意 因为这点小事计较 现在就一起算账吧 他讽刺一笑 真是亲兄弟名算账了 吃完饭 陈俊宇给宋诚打了电话 你那文件 早就防着了我吧 你要是没想害我 那文件就一辈子用不上 陈俊宇 你拿了财生的钱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手机那边陈俊宇的声音有些抖 你早就知道了 你却一直看着我走错路 陈哥 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 自从你结婚以后 你就变了 你再没把我当兄弟了 你他妈的把我当哥们了吗 老子给你多少次机会 你回头给我下套 吃里扒外的畜生 都比你有人情味 少怨天怨地 要不是打人犯法 门牙我都给你打成双开门的 挂了电话 宋诚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才开口道 陈俊宇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我就是等着他自取灭亡呢 公司的事情 他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他去哪一家公司 我都不能安心 我俩迟早到这一步 多年好友 也难免图穷笔现 我安慰他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宋诚摇摇头 自责啥 我就是感慨 还得是我起高一招 跟歌斗 很好 逻辑自洽 任薇薇那边交代得很快 公司法务已经开始 对他提起诉讼 估计余生 他都要在还债中度过了 至于陈俊生这边 还涉及到不正当商业竞争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惠罪 警察已经去他家带人了 宋诚去公司处理事情 我闲着没事 就去超市逛一会 刚出了超市没几步 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 就觉得后脑一痛 余光看到了表情猙獰的陈俊宇 再一睁眼 我眼前一片昏暗 头痛得要炸开 适应了好一会 才看到站在我面前陈俊宇 你跟宋诚斗法失败 你帮我干什么 你也是个人了 吴语是我的母语 苏笑语 你不让我好 你也别想好 他拎着一个桶 味道刺鼻 里面装的都是汽油 我在刚刚就已经把求救信息 发给了宋诚 现在只能跟他拖延时间 希望宋诚来得更快一点 我不想变成交叹 我不合时宜地想起了那天的黑暗料理 也许是茄子的怨气在诅咒我 宋诚让你离开公司的 你干嘛赖我呢 陈俊宇神色癫狂 如果不是你 诚哥就不会这么对我 任薇薇就是个废物 我给他做了那么久的心理建设 结果他屁都没做成 诚哥为什么要结婚 我俩一起弄公司 本来很好的 我深吸一口气 陈俊宇果然他妈的 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难道不是你先背叛宋诚的吗 你拿回扣 挪用工程款 宋诚跟你计较过吗 结果呢 你想害他血本无归 陈俊宇怒喝一声 你闭嘴 他激动地挥着手 诚哥破产了 我还能陪他东山再起 女人能陪他做什么 说完 他冷冷地笑了一下 人微微威胁我 要进诚哥公司 我本以为你会跟诚哥闹的 你真诚地住气 怪不得诚哥被你迷得晕头转向 今天我就要弄死你 没了你 以后诚哥跟我就还是好哥们 我看着他已经打算去找打火机了 忍不住在心里交集 宋诚你再不来 我真诚交叹了 我只能继续拖延时间 反正我也跑不了 你让我死得明白点 任微微从一开始 就是你找来的对吧 陈俊宇冷哼一声 你不用想着拖延时间 这里偏僻的信号都没有 你今天死定了 我死了你也活不了啊 天网灰灰 输而不漏 你不迟早被抓回去 他喘着粗气瞪我 那你也别想好过 陈俊宇继续布置行凶现场 我想尽办法 也没解开绳子 你等死 大门哐当一声巨响 刺眼的阳光一下子泄了进来 我千呼万唤的老公终于到了 宋诚看到陈俊宇左手打火机 右手汽油桶 当即目自欲裂 弄骂一声国粹 对着陈俊宇就是一个飞脚 直接把陈俊宇踹出去半米远 汽油洒了一地 陈俊宇痛苦地回头 陈哥 你别叫我哥 宋诚不解气 又上去补了两脚 然后赶紧跑过来 给我把绳子解开 陈俊宇死变态 绑得丝紧 没事啊媳妇 马上咱们就走了 不害怕 宋诚后面的警察 上去控制住了陈俊宇 他面色潮红 眼神癫狂 还挣扎着想要拿打火机 宋诚没再管他 抱着我去了医院 在医院检查了一通 医生表情凝重地看着单子 我和宋诚一脸忐忑 我该不会有啥后遗症吧 我要是真有后遗症 那我就把宋诚腿打折 都赖他 你怀孕了呀 我和宋诚同款震惊表情 听完了医生的科普 心事重重地出了医院 我看了一眼身边表情平静的宋诚 心想不应该呀 这种时候 宋诚这么淡定 再仔细一看 宋诚走路再顺拐 直到回到家 宋诚才如梦初醒 突然抱住我 他的头垫在我肩上 微微颤抖 老婆 对不起 宋诚声音带着一点哭腔 你怀孕了还让你遭这么大罪 早知道刚才我就多踹两脚陈俊宇 都怪我 我要是一开始没心慈手软 也不可能给他这么机会 明天我就让公司法务 去起诉陈俊宇 这辈子 他都别想从牢里出来 我把手放到他手上 本来受了一日惊吓的心 突然平静了许多 我和宋诚 其实一直都是宋诚比较感性 宋诚说到做到 让陈俊宇和任薇薇一块进去了 当然还是有点区别 陈俊宇进去的时间更久一点 陈俊宇的判决出来时候 我肚子已经很明显了 他说想见宋诚一面 宋诚拒绝了 自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听到陈俊宇的消息 怀孕期间 宋诚比我还要谨慎 每天研究孕期知识 恨不得把孩子塞进自己肚子 替我怀 直到我生产那天 宋诚一路跟着跑到产房外 我婆婆和我妈都没跟上她 进产房前 我还听见护士无奈地说 产妇家属请保持情绪稳定 睁眼时 我看到宋诚眼眶红红地 在我床边蹲着 媳妇 你想吃啥不 我浑身无力 只能轻轻摇头 我问她 孩子呢 男孩女孩 宋诚表情有一瞬间空白 然后猛地站起身 我忘了看孩子了 门口我婆婆笑得直不起腰 我在这等一个小时了 就想看看孩子爹啥时候能想起来 我妈抱着墙宝进来 看 眉毛像你 鼻子像小城 宋诚先我一步看了眼孩子 看完后眉头紧皱 犹豫了半天 还是没忍住说了一句 怎么长得这么宋小宝呢 我忍无可忍 大喊一声 你闭嘴 如果上天有灵 就赐我两份雅药 都灌给送成 一份我怕药效不够